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缩小 现在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南方近海 高雄 屏东以及恒川半岛要严加戒备 西北太平洋上第25号天吐颱风 已经在今天清晨五点减弱为轻度颱风 未来它在巴士海峡向北移动过程中 移动速度会越来越慢 今天对东半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在颱风持续接近的过程中 还是持续会对天气造成影响 自从昨天下午台风中心到达巴士海峡以后 强度就一直在减弱 到目前为止 今天清晨五点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已经从150公里 缩小为120公里 十级风暴风半径则从40公里缩小到30公里 在清晨五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俄罗比南南西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会往北北西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移动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预估今天在这个东半部沿海西南部沿海 绿岛兰雨 洪湖都还是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 而且长浪的情况会持续到下礼拜二 至于在风浪的部分 在浪的情形 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的浪高 我们预估在今天会增高到3米 尤其横川半岛随着台风靠近 还会有4到6米的浪高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风的状况 在风的部分 其间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在沿海开始会有强阵风 我们预估今天早上开始在基隆北海岸 马祖 恒春半岛 另外今天下午开始 在屏东沿海空旷地区 绿岛 蓝雨 澎湖 甚至之后的其他地方 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而晚上以后随着台风逐渐再靠近 横川半岛还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因此这些地方 我们已经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 作业要特别留意 读报时间来看到 自由时报报导 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弊案 发现有多笔柯文哲竞选总统时的 政治现金流入了木可公关公司 检方申请扣押银行账户获准 合计查扣了3883万多元 而联合报时提到了 澎湖籍渔船大静满88号 今年7月初在金门海域 遭到中国海警扣押人船 而经过了四个月的协调 今天有望获释 可以带回船长和船居 中国时报是 华盛顿邮报报导 以色列预计在明年的1月 达成关于黎巴嫩停火协议的共识 官员表示此举是以色列为了庆祝川普当选 所准备的一份大礼 而看完报纸重点 继续来关心 秘鲁APEC亚太金合会的外交 经贸双部长年会 今天将要登场 而另外对于我方参与APEC 传出被中国打压 原本在立马机场刊登台湾形象的登箱广告 却在APEC登场之后 被迫给撤下 今天是双部长年会 我方的出席代表是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 总谈判代表杨真妮 以及国发会主委刘敬青 而稍晚他们也会举行双部长的记者会 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 而国外官员指出 我代表团目前受到的待遇 是和其他经济体相同 都是平等且顺利的 不过他也透露说 其实我方有遭受到中国打压的状况 因为其实我住民友代表处 是有在十月中的时候 在立马的主要机场的出关通道附近 刊登台湾形象的登箱广告 不过这个广告商是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 因此在十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APEC登场之前 就被迫撤下了这样的广告 另外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抵达了立马 那在抵达前夕 日经亚洲看出了一篇报道 里面谈到说 中国借由出资协助秘鲁 来盖这个巨型的深水港 前凯港要求秘鲁来帮忙说 中国可以成为2026年的APEC主办国 另外也要求身为CPTPP成员的秘鲁 拒绝批准台湾的入会申请案 那对此国安官员是表示说 其实因为CPTPP跟APEC都是共事决 那对于这个方面 也会安排我国领袖代表林信义 跟CPTPP的成员国的领袖代表 进行一些双边的会谈 并且会主动提出说 希望他们可以支持台湾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十二强赛事碰到了天兔台风来袭 放昔表示 如果台北市宣布停班停课 将会立即暂停当天的赛事 而由于国际赛必须要在时间内打完 也不排除天母棒球场的比赛 以施大巨蛋一天排两场比赛 从天而降的水滴 外套后面都湿掉了 有民众反映十三号台韩大战时 坐在大巨蛋第五层碰到漏水 后来被换位置还是扫兴 黄先生昨晚就坐在前面 他说有看到 北市体育局表示 十四号一早到民众反映 以漏水处勘查 初步判定是空调出风口处 冷凝水顺管线低下 虽然不是漏水 以要求远雄立即改善 主办单位棒鞋也直言 十二强赛很多漏水位置不卖 也留一些位置能补过来做 虽然满场 可是我们的位置是三万五千不到 就是把很多会漏水位置不卖 再来也留一些位置 给我们会有漏水的地方 而天吐台风逼近台湾本岛 棒鞋说若北市宣布停班停课 将立即暂停当天赛事 与WBSC讨论后续新的比赛的日期 时间以及地点 若一般下雨影响赛程 不排除天母棒球场的赛事 已失大巨蛋 要减少护理需的工作负荷 卫福部今年推动三班互并比新制 也定期对外公布最新的数据 但是第一线医护控诉 卫福部的算法 只有一般病房 没有纳入隔离以及安宁病房 高估了实际照护人数 根本就是在灌水造假 而对此卫福部回应 现行标准是与专家学者 多次讨论才定出来的 将会持续改进调整 两大医院工会成员 其据海声抗议 秀出实际会者分析 与官方统计数据 两者互并比相差大 怒批卫福部今年推动的 三班互并比新制 在计算公式大开后门 让互并比能全面造假 先来看台大医院 感染内科的互并比 卫福部与基层统计 差距有多大 白班从1比3.8变成1比5.8 夜班从1比7.7变成1比11.7 大夜班的互并比 更从1比11.5 暴增到1比17.5 高估实际照护的护理人力 第一线护理师控诉 问题出在计算有瑕疵 排除隔离及安宁病房记录 更把非主则的护理师 也就是功能性人力 一起加入统计 面对护理界质疑 护病抵失真 卫福部也回应 当初与专家学者等人 经过密集讨论 才决议出采集标准 纵使不是最完美 也依旧有向前迈进 有关护病笔 货币党加班费等问题 都能在护理职场 争议通报平台反映 记者 在中东欧毕业的 亚裔学生 因为养成没有像台湾 这么严格 也被外界称为波波医师 最近在引发争议 总统赖金德表明政府态度 每年国外回台 实习名额就是50名 不会提高 亚裔团体质疑 优化偏向医疗精进计划 外国毕业学生 没有执照就能申请 还质疑名额 是外加在每年公告的50名外 而卫福部则是重申 近期将会公告 医师法施行细则 会将寒寿 远距教学 以及为对外公开招生 等学历资格都予以排除 牙医团体喊口号 要求正式在中东欧毕业 牙医学生 也被外界称为波波医师的问题 虽然总统赖清德 表明政府态度 每年国外回台实习名额 就是50名 不会提高 不过牙医团体人批评 优化偏向医疗精进计划 第二期牙医部分 外国毕业学生 没有执照就能申请 还质疑名额是外加在50名外 那这24亿假偏乡计划里面 提供给波波的实习名额 到底是包含在这公告的50名以内 还是在公告的50名以外 在外加 违法放宽放水这个波波的这些执照 我们需要把它收回 然后我们要去检讨 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放水 黄英奇批评偏乡医疗计划 本国学历要有牙医师执照才能申请 但参加计划的外国毕业学生 考不到执照就免下乡服务 等于是实习及格证明大放送 不过卫福部强调 近期将公布医师法施行细则 会排除寒寿远距教学 以及为对外公开教生等学历资格 这个学历上面的一些认定的疑虑 会在接下来的那个适应细则里面 去明确的做表示 跟明确的去规定 波兰奇的他们的教育 我们是给肯定 但是但是他们确实真的少了这一块 就是临床经验 假如是波兰奇的医师 就申请助援医师或是实习 我们就不赞不予考虑 网路流传一份九百人波兰医师名单 不过台大医院查核过后 确定院内并没有所谓的波波医师 而牙医团体要号召二十四号上街头 反对二十四亿假偏乡计划 守护台湾医疗 记者综合报导 国内的毒品问题严重 台东警方在绿岛 破获了首起大麻种植案件 而另外法务部昨天也决议 将俗称丧失烟淡的依托密纸 升级成二级毒品管制 未来制造运输或是贩卖 最终可处无奇徒刑 撬开货归屋大门里头白满指灾 经过检验都是大麻 换算市值破百万 警方在台东绿岛 查获首起大麻种植案件 全身包的密不透风 他就是涉案江信兰字 在当地涉及开店兼做毒品买卖 与大麻相同都列作二级毒品 场景也有骨科 安非他命 MDMA 法务部更在14号经毒审会决议 将依托密纸从三级提升到二级管制 丧失毒品管制力道再加强 行政院也拍板通过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3.0 未来四年将再投入150亿 戒毒面占比五乘一最多 戒毒面也有三乘四 要投入百亿反毒工作 该怎么规划 法务部长曾明谦 美多说 目前国内每年平均 被查到的 是用毒品超过四万人 初次吸食人数 更有八千多人 面对毒品乱象 专家建议 首要任务摆在毒瘾节制 必须用对方式减少适用毒品的再反率 学者也提醒源头防制的重要性 用教育杜绝毒品新生人口 执法单位查气更要欲时俱进 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 车子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 没想到对象的北向车道突然弹起一颗大轮胎 越过中央分隔岛后直接砸中南下车道的黑色轿车 引发高温起火后又波及外车车道的其他车辆跳到路间才停下来 救护车赶到现场抢救伤患 黑色轿车的诚信驾驶因为首当其冲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虽然紧急送医还是宣告不治 十四号上午八点多国道一号两百零一点七公里处一辆在北向车道行驶的大货车 轮胎脱落喷飞到对象的南向车道 先是砸到一辆自小客车 又引起另外三车被波及或是追撞 更有四部车受损 而被波及的驾驶说起意外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这部造势的营业半连结车 还停在北向的路间 走后车少了一颗轮胎 检方表示造势的高新驾驶没有酒驾反应 但还是为依违反倒交管理处罚条例 处最高六千元罚还 致人重伤或死亡 还得吊销驾照 而这起意外也造成国道彰化南下路段 拥塞四到五公里 约一个多小时后现场的状况才得以排除 记得您健身 王龙涛 彰化报道 年关将近 酒驾平传 澎湖县一名现役军人 十三日晚间休假离营 人才到营区门口 就被开着小货车的流姓男子 酒驾撞上 不幸身亡 另外桃园则有一名远警 在取缔酒驾的时候 被后方酒驾车辆追撞 十三号晚间六点多刚离开营区的庄信中市 才走到路中央 就遭一辆小货车追撞 头部手部受创 伤势严重的他紧急送医还是不治 我以为是应该是车子跟车子的那个声音才有那么大 就跑出去看 结果不是一个人躺在那边 隔天一早 现场疑似还留有车子高速撞击后造成的碎片 造势驾驶也被警方发现 酒侧值超标 现役军人不幸因酒驾丧命 军方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 办理丧葬 留所抚恤等事宜 只是酒驾的情况也出现在桃源市 这名员警骑着警用摩托车执行酒驾机动 拦查勤务 人在中正路上遇到红灯停等 却遭后方车辆追撞 造成手脚擦挫伤 但是驾驶第一时间却没停下 造势驾驶酒测值0.55已严重超标 虽便称要停好车再来处理 没有逃逸意图 还是遭警方依法移送 公路单位表示农历春节前后是尾压 餐序忘记 随着年关将近 警方严正声明酒驾零容忍 将持续加强取缔 记者王康婷 许正俊 詹淑云 桃源澎湖报导 在美国总统大选 大获选全胜的川普 十三号前往白宫 跟现任总统拜登 讨论交接事宜 留下了难得的握手画面 但是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 要再度引发争议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十三号抵达华府 进行一连串拜会行程 这是他胜选之后首度重返首都圈 也是共和党自二零一八年以来 再度取得完全执政的地位 全党上下喜不自身 川普当天还前往白宫 与现任总统拜登商讨交接事宜 双方礼尚往来气氛融洽 另一方面众议院选举最新选票统计 雅利桑纳州第六选区 共和党议员胜出 这让共和党在全院四百三十五席 拿下了过半的两百一十八席 稳坐多数党地位 现任议长强森也获得了提名 渴望留任 不过佛州的众议员盖茨十三号 向强森提出请辞 原因是他被川普提名 担任司法部部长 消息出在美国政坛 炸了开来 司法部二零二零年起 就对盖茨进行了一脸串调查 内容涉及性剥削人口走私案 不当性行为非法药物使用 众议院伦理委员会 今年六月公布的一份记录 此盖茨不只在性方面行为不减 还涉及许多其他问题 像是收受不适当的礼物 将选举资金转为个人使用 意图干扰政府调查等等 对此盖茨一概否认 而在他请辞获准之后 众议院的调查也将终止 佛州则必须在八个星期内 选出新的众议员 恭喜新闻网绘编译 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首语新闻 我是牛轩文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